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升国旗就唱国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校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救日的活动比以往多 例如我们有标语创作 国家维持设计比赛 亦有摊位游戏 有一个基本法的学习车 亦有网上问答比赛等等很多 其实这个学年比以往 无论是国民身份认同 或是国情教育 基本法教育 国安教育都比以往多 而今年教育局积极推荐之后 我们也积极配合教育局提示 或是指示讯之后 之外我们自己有个校本的课程 亦都是我们专责小组 设计了校内的基本法 国程教育 亦都是科学科 就会将国民教育 或者国安教育 放在我们的课页里面 让我们的国家 例如中、英、素、常 各科去参与其中 让学生透过学习活动 或者工作址等等 来到去认识更加多的 国家安全的意识 我们从来不会觉得 国安教育是一个洗脑 而相反来说 应该是一个基本教育的需要 让我们学生从小懂得去守法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买得到的 而这份的安全感 就是属于大家同属一个国家才有 英国旗那些我们固定会做 或者要唱国歌那些 但是那些东西从来都不会是一个 那么接近强制 或者那么接近一定要 选择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做的东西 今年最明显的就是 它出了很多通告给我们 史无前例地 是有那么多的宣传 有那么多的活动 它都很希望老师和学生都有一个很统一的心态 一个很统一的感受可以出到来 其实我相信普遍老师都会有担心 因为那条红线现在是很横糊 它到处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到底会不会某一天 有一个新的事件发生 就导致在课堂里面 可以讨论的东西就会 立即不同了 而我们又会被人追回 我们之前到底说过什么 这样我们之后可以怎样去保障到学生 也都保障到老师不会触犯到这条红线 其实很困难 对于我们而言 我想深呼二难一定有的 但是还有一栋推动力 我会陪他们在这个大环境里生存 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式去面对他们的生活 就会听到这个方式去面对我们的客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